哈喽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来寻找一下童年的回忆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锤子 一个瓶盖 一个钉子 还有一条线 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是做什么呢 我们先来做做看 我们要先把这个瓶盖捶平 这样把它捶平平的 成一个圆片 先把这个弄掉 我们小时候特别是那种男同学 小学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玩这个 大家看出来是做什么的吗 在这个上面捶一下 差不多就好了 今天我们就不是捶得很好啊 然后呢 我们呢 在这里打两个孔用钉子 这个很容易打的 就这样打两个孔 但是呢 打好之后还要捶一下 不然这个太锋利了 对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好 现在我们就按这个顺序做两个 OK 这个做好之后怎么办呢 我们用这个线穿起来就可以了 这种线 这种线是什么线呢 是我们那种织毛衣那种线 其实你用其他的线也可以啊 我们要穿一下 对就这样穿起来就可以了 咱们农村的孩子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这边绑一下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 我很多年没玩了 做好了这怎么玩呢 很简单 手上这样转 然后拉 是不是很有趣 我记得以前 我有同学 穿着那个自己吃的那个毛衣啊 那个 然后他把那个衣服扯一个脚 结果他老是输 到最后一件毛衣都被他扯完了 来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个怎么 哇就是这样被割到 你看 这我就输了 他有没有玩过的 怎么样 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 小编也是十多年 有没有玩过了 我们在后期会推出更多 回忆童年的视频 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关注我们